LINE三例报导网红习兰因为台北天气要离开台湾 我之前谈过习兰拼命的酸那些拿业配的爱台外国网红 羡慕嫉妒恨莫彩西 现我不知习兰是没业配而忍不了台北天气还是怎的 毕竟生长在美国的莫彩西都忍得了台湾天气 连他父母都带去高雄玩了 台北再怎么热也热不过高雄吧 为什么习兰忍不了台北天气 莫彩西却忍得了 总不会因为莫彩西他有业配所以什么都忍得了吧 我在习兰对台湾怪异的国族想象台湾是讲中文的日本 即习兰一直酸莫彩西喜欢台湾便利超商业是很奇怪谈过 刚好预言了习兰与莫彩西的根本差别 莫彩西初次来台湾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他曾来台传教一年半 当然看待台湾有不同的角度 我再引用一次 台湾一直有年轻的船教士在台湾热心船教 我已经看过不晓得多少次穿白衬衫骑脚踏车 一个安全帽的年轻白人船教士 大街小巷骑车船教 这几年比较少 但过去确实不少 在中国上海或比利时生长的Clan 没看过这种人很正常 因为这些船教士不能去或不会去你们那船教 我看到这样的船教士经常满头大寒骑脚踏车 更嫌台湾潮湿闷热就早上不想出门的Clan 当然是天壤之别 其实不管要住台湾或要离开台湾 要找理由或不找理由都可以 高兴或不高兴走就走 说真的也不重要 但最好笑的是 在西兰频道之下一堆人狂赞 在LINE新闻之下的几千则留言 却是批评西兰的居多 我真没想到一个外国人留不留台湾有什么重要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 西兰说台北热 只要有点关心地球的都知道 现在是全球热 联合国安秘书长古特瑞斯 Antonio Guterres日前严正警告 全球暖化时代结束了 如今进入全球沸腾 Global Boiling时代 冰川溶解 海平面上升 世界各地野火不断 这不都是正在发生吗 西兰光骂台北天气FX 你难道不知到底求极端气候之害吗 我看 如果因为无知就迁怒一个地方的气候 而不晓得这是地球人未来的新常态 那以后你只能11、12月驻北半球 7、8月驻南半球了 哇哈哈 Let's check 2023年8月17日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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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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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